嗨,大家好,我是Christina,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在我上一集上传是关于台北年轻人的夜猫生活 但相反的,在今天这集里面我们要讨论到关于白天的老人家的生活 那观众朋友听到老人这两个字其实不用害怕 因为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台湾的老人家比年轻人做得更好 其实我要先承认,我以前真的是个大夜猫族 KTV唱歌的话 就有时候会觉得其实那种学生方案都很便宜 你就整个晚上唱,然后包厢是你的 你有十几个朋友都可以 然后也才三千块吧 就除以,除下一个人也才三百块 自从我毕业之后就开始改变了这些生活习惯 我早上六点多去公园跟我妈一起散步 我会觉得我很不属于这个地方 一开始真的很不容易,但是除了身体的健康 慢慢的它其实也影响到我心里的健康 因为你会觉得说你今天多活了两三个小时 所以你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能量 然后它会转化变成一种正能量 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蛮有挑战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公园看到那些公园阿嬷阿公 那就是真的很佩服他们 另外不能忘记的就是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一餐 早餐 英文有一句话叫做skipping the rush hour 意思是逃避上下班的塞车时间 那一般台式早餐我们会想到家里附近的美儿美 但像烧饼油条饭团这一类型也是属于真正的传统台式早餐 我是国小五年级的时候来台湾 那时候我们都会在家里附近吃这间早餐店 转眼过了12年 现在这些早餐店其实都迁移了 任何事情其实都会随着时代而改变 现在越来越多商业也越来越多连锁店 以价钱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看您的个人喜好吧 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就知道有柠檬条 柠檬条很棒 早上最新鲜 虽然对身体不是那么健康 因为很油 知道吗 你就是很有条 今天想问观众朋友们 你是白天的人还是夜猫族 你喜欢哪一类型的早餐 传统式台式早餐 还是连锁快速又便宜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礼拜见 Megan I'm going to try it God